Hello,大家好 之前有過一期的視頻是用了一個詞 做了一期視頻 然後那一期視頻有提到過 有機會用一個字 來做一期視頻 本來這個創意的話 是想用 中國古老的撤製 來做這一期視頻 也跟牛兄有溝通過了 牛兄還沒有提供 這個撤製方面的相關素材給我 所以就往後延期一下 順便說一下 牛兄 對易經的研究 也算是小有研究吧 所以說 測製方面的 素材 他應該是有不少 後面有機會 再跟大家說一下牛兄 那沒有用測字來做的話 用什麼字來做呢 當然是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字啦 其實 說特別也沒有非常特別 只是 現在有一些字 有一些 有一些詞 可能跟以前的 這個含義 不太一樣 就 用一個很簡單的詞來說明一下吧 同志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需努力呀 這是一個意思 但是 現在的同志 可能 更多的 會是 解說 同性戀吧 但是 還是要 聯繫 上下文 還有 當時的 語境 來區別吧 今天要說的這一個字是 潤 日文潤 這個 大陸的拼音是用 英文字母的 方式 跟台灣的 不太一樣 說實在台灣的拼音 我是不懂 但是他的讀音也是什麼 波波 摸風 歌科 那 但是 寫法不一樣 那潤 這一個字 可以組什麼詞呢 一般來說 潤滑 滋潤 潤物 細無聲 還有一個是 詩潤 大概 就想到這幾個詞吧 但是 這幾個詞 包括潤這個字 大家恐怕很難聯想到 移民 出國 甚至是 偷渡 這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呀 但確實 現在的 我不知道台灣 香港 澳門 會不會用 潤 這一個字 來代替移民啊 出國啊 反正 這個字 現在在大陸 基本上 就是 這麼一個 說法了 啊 啊 我 為了 這個特地的去 百度一下 為什麼用 潤 來代替 移民啊 出國啊 百度的解釋 是這樣的 剛才我已經有 說了 潤的拼音是 日文潤 也就是 RUN 那RUN的話 在英文是 run 就是 跑的意思 跑步 應該不會說是跑路了 但是 有的人可能就把 跑 理解為跑路了 所以說 這個 為什麼用run 來代替移民 出處 應該是這裡 其實 我想 百度 可能 沒有 給出 另外一種 說法 就像我剛才說的 潤 可以組成 潤滑 那 大家可能會 想到 泥秋 怎麼樣一種動物 滑不溜丟的 一不小心就被他滑走了 我覺得 可能也是用這一個來 指帶說 漏網之魚也好啊 或者是 滑出去 滑到 國外去 這個這個在百度上面是沒有這樣的解釋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用這樣的來解釋 應該 也能說的過去吧 今天這麼多 謝謝大家